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什么要关注我 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谁 你说 你到底是不是蒙天放 我不是蒙天放 我还会是谁 你在拍电影 电影里的男主角叫蒙天放 你就是扮演蒙天放的演员叫蓝天 蓝天 你说 你到底是谁 电影是什么玩意儿 我为什么会在电影里面 你说你是蒙天放 有什么证据吗 大胆狂褚 三番五次 你说我不是蒙天放 怀疑我的身份 你想找死啊 你真是蒙天放 你真是蒙天放 是蒙天放 蒙大人 你 你放开 放开我 我相信你是蒙天放啊 既然你是蒙天放 那你一定见过徐福 见过徐福了 你知道吗 我于天重光就是徐福的后代 徐福的后代 你知道吗 我脑子里乱得像一锅粥 我好像什么都记得 又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有的事情 都是模模糊糊的 我只记得冬儿 冬儿 冬儿 我被塑成了泥泳 蒙天放 快说 在你被塑成泳之前 冬儿是不是给你吃了什么 为什么没有死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死 所以我才问你 快说 在你被塑成泥泳之前 冬儿到底给你吃了什么 是不是承受不了 我 我要见冬儿 冬儿 你走不掉了 你走不掉了 朱飞 你把实情告诉我 你好好想想冬儿到底给你吃了什么 我 我吃了什么 我真的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 虚浮 替皇上 做的长生不老药 长生不老药 嗯 根本就没有什么 长生不老药 那是徐福骗人的 动度求仙是骗人的 长生不老药是真的 徐福的炼成了 炼成了你知道吗 怎么可能 万物都要死 没有人可以活下去 你不是就没有死吗 被肃成勇 至今 不是还活在世上吗 我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徐福 留下的记载上说 说得很清楚 长生不老药 他已经炼成了两颗 两颗你知道吗 有一颗 被多人给偷走了 冬儿偷走了 难道 我吃的是长生不老药 长生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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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陈宫了 寒冬儿呢 我要见冬儿 少安无造 我马上叫他来 让他见到你 好 我在这里等 我这就把他带过去 看起来 他我买了 轻轻 不要 他 我把他带过去 带上去 你 我把手樑 都给他 带你 远点 推手 来 走 快 走 快 对了 让实验室的人 做好一切的研究工作和准备 把日本相关的研究员 全部都给我召集过来 生理的 兵理的 要学的 所有的研究都要做 一个都不准漏掉 是 先生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赶快去办 越快越好 是 我马上去办 回来 先生 我现在交代你的每一件事 都是最高机密 要是走路一点风声 格杀勿论 是 知道了 快去吧 是 被我逮到你了 你在这儿干嘛 你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想干嘛 啊 肖鸣啊 哎 你们先走吧 白云飞 你跟这些坏蛋 果然是一伙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坏人 你早就没命了 还能站在这里啊 对 我不怕 对 我不怕 为了救蓝天 我什么都不怕 你在这儿等我 是为了救蓝天 没错 你为了蓝天 连命 都可以不要 没错 你爱她是吗 你吃醋了 你有什么资格吃醋 你不要忘记 你的女人是阮梦林 我又不是你的女人 放手 你 你 你和蓝天 是什么关系 我 我和蓝天从小就是孤儿了 为父梅母她 一起在福利院长大 她就像我的哥哥一样 就像我的亲人 真的吗 你这么在意我 你今天这么在意我 为什么在飞机上 还要丢下我 什么都不管啊 我问你 你把蓝天弄到哪儿去了 你怎么知道 蓝天在我的手上 学贞亲眼看到 你把蓝天带走了 我都去医院问过了 蓝天根本就没有在那里 蓝天的毛病 这儿的医院治不了 我打算把她 送到别的地方去治 你把她送到哪儿去了 蓝天重光先生 准备把她送到关东去 找那里最好的医生 给她治 关东 什么时候出发 蓝天现在在哪儿 蓝天 bow 遍 哇 哇 啊 我 克拉 你岳边 哈 你为什么总叫我蓝天那儿 我是天放啊 好 天放 我听说你要出远门了 我给你带了一些吃的 这样呢 你在路上就可以吃了 谁说我要出远门 雨田先生说 要带你去关东看医生 因为你中毒太深了 只有那里的医生 才能够医好你 我没有中毒 我知道了 一定是皇上 要派人来杀我 不不不 你不要胡思乱想 你现在呢 只要乖乖听他们的话 就是这样 才能赶快把病治好 你不是东儿 你干什么 你是谁 放开 你是不是皇上派来杀我的 救命啊 你是不是跟没家联合起来骗我 怎么了 没家说没人都变了 放开放开 放开 过来 你们干什么 放开 放开 好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至少在她发病时还可以哄哄她 莉莉 你得先把戏拍完呢 拍完之后 我送你过去见她好吗 那蓝天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 我会专门派人保护她 有消息马上告诉你 自从在神庙里面挖出这些宝贝之后 我的命运就全变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你的最后一步 就是去挖皇陵 对吗 没错 等明天羽田他们把蓝天带上火车 我就去找始皇陵 这也是我摆脱羽田最好的机会 你想黑吃黑 羽田哪 那是何等聪明的老狐狸 我不相信她对始皇陵里面的东西 一点兴趣都没有 等我找到始皇陵之后 谁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看 她才是早就打算黑吃黑的人 可是没有蓝天真的行吗 蓝天已经没用了 我已经知道 要怎么找到那片流沙的秘密了 是吗 那那片神秘的流沙究竟在哪 这是秘密 连我都不能说吗 等找到了我会告诉你 找到了始皇陵 我就会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 云飞 明天我要跟你一起去探皇陵 太危险了 你在酒店等我吧 不行 我害怕 你怕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我总觉得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不要说这些除媒头的话 不行 我必须跟着你 傻瓜 我哪次去探墓出过事 可是始皇陵不比一般的墓 都是里面机关重重 很难活着出来的 好 你不要再说了 云飞 你知道吗 我什么都不怕 我也不怕死 可是我只怕跟你分开 和你同生共死 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那一起去吧 来 白云飞为什么还不来 我写信 控制人可以安全你知道吗 我上车了 到了要写信啊 云天先生 怎么这么晚 列车要开了 快点上车吧 对不起啊 我临时有点急事 走不了了 你先带蓝天去关东 等他清醒了 对流畅地点 有了确切的线索之后 再告诉我 我随后赶到 好 保持联络 一路平安 再见 好 白云飞肯定在背后 搞什么鬼 不怕 蓝天是我手上的钥匙 只要他在 跑了谁我都不怕 车已经开了啊 大家都出站吧 出站吧 走吧 蓝天 你们放我进去 蓝天 列车已经开了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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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进去 蓝天 蓝天 车开了 蓝天 你哭什么呀 我怕蓝天走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他不会有事的 你怕什么 他现在什么都忘了 他只记得电影里的冬儿 我怕他忘了我 我怕他忘了我们小时候 在福利院是怎么偷吃东西 忘了他是怎么替我修鞋补衣服 怕他忘了 他说过 不管我闯了多大 他都会一直在我身边 我怕他忘了回来找我 回到我身边 他不在你身边 还有我在你身边 你不会永远在我身边 你绝对不会为了任何一个女人 牺牲你自己 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什么 我突然明白 我不能没有蓝天 我突然明白 那才是爱 那才是爱 我现在明白 我那么在乎他 其实是因为我爱他 可当我明白之后 他却把我忘记了 你 你跟蓝天一样疯了吗 你不要再说了 你所爱的人是我 我 白刀 我现在明白什么是爱了 我根本就没有爱过你 我只是自己在编织一个梦 这不是 这不是 你怎么打人呢 你怎么打人呢 为了什么呀 这男的怎么打女的 这怎么打女的 你说什么也轻一点点 不是吧 怎么能当这打人 你真的爱我 真的 我真的爱你 没事啊 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爱的感觉 如果你真的爱我 非计失事的时候 你就不会抛杀我独自逃生 莉莉 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解释 我知道 在生死关头的时候 人都有求生的本能 你这样做并没有错 可是蓝天不会 蓝天从来没有顾过他自己的死活 哪怕你是在地底下 有多么的凶险 他都没有放开过我的手 你听我说啊莉莉 你给我点时间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的 我对你的爱绝对不比蓝天的少 好吗 我对你的爱绝对不比蓝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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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蓝天方有难的话 寒冬儿 一定会不顾一切的 跑去救他 可是现在蓝天有难了 我嘴巴沫上什么猫 我真是比韩杜尔还不容 蓝天到底被送到哪儿了 雨天先生说 要把蓝天带去关东 请最好的医生治疗他 你 你怎么那么笨呢 你又被骗了 你说什么被骗 你想想看 雨天冲光为什么要对蓝天那么好 还不是为了他的电影啊 要是没有蓝天 他就没有男一号 那电影不就玩完了 你想得太简单了 蓝天现在的状况谁也说不准啊 如果真是为了投资 换一个男一号不是更省事吗 那你的意思是说 雨天先生有别的目的 我早就听说 雨天家族在关东地区 有一个秘密的医学基地 不知道在研究什么古怪的药 而且被送进去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 我在想 蓝天肯定是被抓进去 当实验的白老鼠 任人宰割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啊 走吧 怎么办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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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就在那趟车里 那他在哪间车厢里 别出去了 蹲下 跟我来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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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天 蓝天跑了 快给我追 好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要是不来 你就会被他们当成白老鼠做实验了 哎呀别聊天了 先出去再说 走 快 许臣快 走 走 别打死了天 我要活的 走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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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货 这边 你们快走 我来引开他们 你们快去追白银飞 他要当务 这又此事 我骗你们干嘛 快走啊 阁下大恩部沿线 后会有限 还说这些干嘛 快走 这匹马留给你 小心点 好好好 快走 你那个伤啊 看起来很严重 我看看 我又没有办法帮你处理一下 我不碍事 你先坐 怎么会不碍事 我来运工 把他逼出来 逼出来 可以 这么厉害 真的出来了 谢谢你 信我干嘛 谢你来救我 咱们俩从小就是难兄难弟 从来我遇到什么危难 都是你第一个出头帮我的 现在你有难 兄弟我怎么可能不管 难兄难弟 东儿 你怎么还叫我东儿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不是东儿 刚才打住你胳膊的那个 不是别的东西 那是枪子 是二十世纪的新发明 会死人的 其实我明白 你很可能不是东儿 我只是一时间无法改口 干嘛要改口 你以前一直叫我丽丽的 一言难尽 让我叫你东儿好吗 好了好了 随便你了 叫什么都行 真是 我去把这个洗一下 待会儿帮你包箱口啊 刘欣 刘欣啊 刘欣啊 刘欣 关心的记忆如此甜蜜 荒卓日 你看那边天空上有七颗星 排列起来的形状像一根勺子 现在你把勺子口的第一颗星和第二颗星连起来 再银成五倍 它 就是最亮的那颗 看到了 这 就叫北极星 又叫北辰 等你看到它的时候 就要记得 你的左手边是西边 右手边是东边 后边就是南边 难怪子月 为政已得 辟如北辰 居其所 而众心共之 天方 如果你能活下去 你还会记得东儿吗 东儿 是皇帝 追求的是长生不老 而我蒙天发 追求的是永恒不变的爱情 东儿 即使再过两千年 我还是会记得你 而且一定会爱上你 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小时候一起看星星 我跟你说过的话 当然记得 你说天上的星星千千万万 只要记住一颗就够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你还说 只要记住了北辰 就不会迷失方向 你说过的话 我字字句句都记在心里 我没有迷失方向 我找到了你 可是你却把我给忘记了 东儿 你说的是东儿 我问的那个 是跟我一起在福利院 看星星的蓝天 你怎么就想不起来呢 做一句东儿 又一句东儿的 好吧 你不爱听 我再也不说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跑了一整天了 你不累啊 大人回来 我还要问你呢 你不累吗 我一想到再过几天 不 或许就是明天 我就可以进入始皇陵了 我兴奋地睡不着暗 为什么你这次 就这么有把握呢 就凭这张羊皮图圈 你看那张羊皮 比看我的时间还多 我真恨不得把那张羊皮烧了 你要是敢把它烧了 那我就 怎么 把我烧了 我怎么舍得 云飞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因为羊皮图 这羊皮图卷上面 有线索 我看那上头只不过画了机关破解图 还有地道图 怎么还有其他线索 我也是最近才解读出来的 在了羊皮圈的背后 画了二十把星宿图 陵墓入口的秘密 就隐藏在这些星星里面 入口也有秘密 当初李斯独造新世皇陵的时候 他聘请的人 是鲁班的传人韩夫子 韩夫子设计了帝宫所有的机关 韩夫子 韩夫子不就是韩冬儿的父亲吗 不错 他可是当时的机关大师 由他设计的机关 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没想到 他在入口也设置了机关 怪不得我们这么长时间 都找不到入口 你别忘了 我白云飞 可是顶尖的道部高手 再加上高科技的力量 一旦被我找到地宫入口 只要凭着这张机关图 我就绝对有把握 可以视如破竹 一路轰炸下去 直到我把秘世皇 从他的坟墓里挖出来 所以你不惜破坏始皇陵 没有破坏哪儿来的重生 你快睡吧 我还要再好好想想 非常优 nú厌 我来玩 我来玩 云突然 决定 沙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知道你早就疯了 可没想到你疯得这么彻底 疯得这么无可救药 冬儿 不 现在我知道了 我应该叫你朱莉莉 不管你是否能了解 我必须要回皇陵去 我知道 你到现在还说你是蒙天放 好 你就是蒙天放 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地活下去呢 你以为我不想活下去吧 我曾经想过一切办法想要活下来 去救我心爱的女人冬儿 可是天不遂人愿 不管怎么样 我也不能独自投生吧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不管你说什么 你现在的身体是蓝天的 你就要好好活下去 我现在很慎重地告诉你 我不能没有蓝天 我要是失去了蓝天 我朱莉莉也会死掉的 你知道吗 你好像很爱蓝天 是 我很爱他 就像冬儿爱蒙天放一样 你也可以像冬儿那样 为蓝天去死吗 现在是你疯了 我可没疯了 好好的人活着 为什么要去死啊 两个人明明相爱在一起 就更更好好的活下去 要一辈子白头到老 只死不渝 如果冬儿他现在还活着 他要不会让蒙天放去死 就算替蓝天活 你也得给我活下去 可是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是由不得人的 你可能只想要 tom火兜了 我可能能逮捕了 我可能也不能继续 啊 我可能会说 老大 洛阳产在这里 根本拍不上用场啊 对啊 风狗 那边怎么样 老大 我这边也没反应 不可能啊 云飞 喝口水吧 继续 给 奇怪 或许使皇陵的入口 根本不在这里 按道理说 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 你凭借什么隐需啊 星星 大白天的哪儿来的星星啊 你看不见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吧 你曾告诉我说 使皇陵的入口 是依据北斗七星而设置的 莫非这些原点 没错 这些原点 标示的就是天上的北斗星 蓝天曾经说过 入口就在一片流沙的下面 而那片神秘的流沙 其实是跟着北斗七星的位置在动 所以它不固定 而且它每次出现都很短 所以很不容易找 这么神奇啊 自古以来 这世皇陵项羽绝过 牧羊人试口烧过 关东盗墓贼萧桐许婷破坏过 石济龙皇朝先后来盗过 全都以失败告终 我不会犯下跟他们同样的错误 我一定是 第一个记住石浩龄的人 第一个记住石浩龄的人